接近20年,曼城最大的活化項目 曼城北部發展區已經啟動了一段時間 今天我們跟大家更新一下附近的樓盤 由年初到現在,到底曼城是怎樣 曼城新盤到底曼城是怎樣 其實這類的影片我們早前都出過幾條 分別是市中心外的Barkley Square 屬於M1地段的Vision 1.3 M4地段的Victoria House 如果大家想了解這些樓盤賣成怎樣 可以點擊我們較早前出的影片 或者是文字蘭下面的連結去看 今天我們就集中說曼城大概是市中心北邊這個位置 北邊這邊有幾個樓盤 Water House Garden 近期發展 我們稍後時間都會講一講這個樓盤 不過今天我們就集中說 Victoria Riverside 黃色這個 屬於2025年交樓的樓盤來的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Victoria Riverside呢 我們發現最近這個月 剛剛過去這10月份 這個樓盤是賣得特別厲害的 因為如果看回10月初的價單 跟我們剛剛拍片今天 11月初的價單 提一提,原來兩房單位快要買完 剩下幾間而已 但在10月初當時有30幾間兩房單位 所以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就集中講一講 Victoria Riverside 為什麼會在這個月買得這麼快呢 到底什麼人買呢 現時來說市場做了什麼單位選 一會兒我們在這條影片 大概中後段都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都看一看Google Earth 看看這個project在哪裡 其實這個project 較早前我們都出過影片 大家如果感興趣 可以看看我們YouTube文字蘭下面的連結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影片之後 可以去看一看 其實這個project 屬於萬城北部發展區的頭炮項目 Victoria Riverside 分了三棟 A棟、B棟和C棟 你看這家Google Earth 其實它還是興建當中的 現時價單還提供的單位 最高是35樓 Tower B這個 其實舊前基金已經整棟買起了 沒有樓出街 Tower C這一棟 早前都還有一些單位 不過之前我們拍片也提過 發展商已經封了盤不賣 樓袋第二天 蓋好之後 將貨美的單位 到時才推出市場 估計到時可能會加價 將最後的貨美單位推出市場 所以我們今天就集中看看 A棟這棟大樓 Victoria Riverside Crownville 看看過去這個月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買得這麼快 還有還有什麼單位去製造 開始之前 這裡也希望呼籲大家 如果覺得類似這類型的影片 你覺得幫到你 也可以實時動態地 報告給大家聽 現時最真實萬城賣樓的情況 到底一房、兩房、三房單位 某一些項目 到底賣成怎樣 你覺得這類影片都有用 希望看完這條影片 都給我們一個讚 因為同時都花了不少時間去搜集資料 也希望這一邊都可以幫大家 更加了解現時當地的市場 到底是賣得好、賣得不好 還是怎樣 亦都給大家有一個最真實的一面 可以知道 如果在往下 大家看完類似這些影片 想了解一下 例如Birmingham或者倫敦 也隨時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差不多大半年前都出過幾條影片 講萬城北部發展區這一邊 屬於Manchester北邊 未來20年最大的活化項目 有多大呢? 面積來說大概有155公頃 即是多大呢? 維多利亞公園就19公頃 圍到大概8個維多利亞公園多少少 總投資來講 1個Billion 英榜計 預計大概有4萬人 會在這個社區生活 而整個project來講 就差不多比一個發展商 完全是立了 那是哪一個呢? 就是香港的遠東發展 而它也加上萬城市政府 一起合作去開發這個project 不過大家要留意 接下來會再開的project 理論上那個位應該會越起越出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Google Earth 這三棟大樓 其實suppose就最近 這個鐵路站的 Vectoria站 樓盤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接下來陸續再開的project 理論上那個位置就一直會越起越出 所以前期的project 理論上就會相對比較近這個Vectoria站 如果你看回它的設計 有一點類似 甚至是萬城M15區 Dinskay那邊 Dinskay Square 那邊的一些玻璃幕牆的摩天大廈的住宅 那在這個新社區裡面 發展商接下來 plan 所有的居民住在這邊 其實就是裡面的 shopping mall retail 學校 醫院 一應俱全都在這個新的發展區裡面 所以就變相打造一個全新的一個居住環境 那這個project跟我們過去講的萬城的新盤 大致上都差不多 也會有它的住客匯所 酒店式的匯所 另外還有一些dream room 以及一些公共的休息空間 曾經有一些買家 兩棟大樓都問過 分別就是crown view和park view 但是剛才提過 park view已經封了盤 這個已經是暫時不賣的了 如果大家喜歡去做dream 或者是喜歡去匯所 crown view這棟就對了 因為dream room和lounge 就直接設置在crown view這棟大樓下面 變了如果下雨的話 或者外面天寒地凍 你就不用特意托出去 在同一棟大樓下面就已經享受到 至於這個project來講 一房兩房三房單位都有這隻房型的 不過一房單位在大概半年之前 最後一間都被我們賣了 兩房和三房的話 就還有供應 不過特別一提 剛才我們一開始已經提過 兩房我們發現最近賣得十分之快 差不多上個月初 我們當時看最update的價單 都還有三十幾間的 今天我們拍片再看一看 只剩下幾間 問發展商什麼人買 會不會是華人或者是香港人呢 一問之下原來不是 最主要入手這個project的買家 就是兩類人 第一類就是本土的英國人 第二類就是一些中東的買家 中東買家估計應該都是一些投資者 比如說這個project為例 它是2025年第一季交流 不過最近接到份子商通知 這個project稍稍有255的 有機會就去到2025年的7月份才會交流 大概會遲幾個月 但是就看回最近的銷程 雖然它延遲幾個月 但是就無阻礙它的銷程 兩房單位我們發現賣得很快 待會我們都會和大家看看 現時還 available的單位 到底現在賣了多少錢 開織助向是什麼 另外這個project也有 還有萬城市中心極之罕有的三房單位供應 如果市場上可以買到的三房單位 你想選擇的話 就只有兩個project可以選擇 一個就是收穫M5地段的Barkley Square 另外一個就是Victoria Riverside 其他你見這些project 要不就只有1房至2房 要不就已經做數碼會了 我們快速地簡單可以看看fetch 這個project來說 它就是一個list hold project 跟其他apartment一樣 是250年的list competition date 剛才提及過是2025年的7月份交流 管理費是3.48一斜一年 假如你買個700呎的單位計 3.48乘700 一年來管理費是2436英鎊 除了12個月 一個月大概是203英鎊的管理費 除了管理費之外 業主就需要支付一個neighborhood charges 那是什麼來的呢 1房就125磅 至3房就175磅 因為這個project附近 就有一個公園 接下來就會去開的 大概在樓盤周邊這些位置 如果你是需要住在這裡 業主來說 每年就需要支付這個neighborhood charge 而它的grind rent 地租就是pepper coin 新口來說現在就不用給grind rent 作為業主 如果你看看單位 經我們轉介給發展商 下了2000磅的reservation fee之後 就會大概經歷28日的法律流程 完成法律流程 簽合約 比起10%的首期之後 買賣雙方就會交換合約 我們叫exchange contract 那樓花期第一步前期的手續已經完成了 當你給了第一個10%的首期之後 第二個10%的首期 就會在大概12個月之後再給一次 意思就是說 業主其實總共是需要給2成的首期 10%分兩次會給的 中間就相隔一年 那給了這兩次的首期之後 作為業主就沒事做了 一路就等這個樓盤competition 2025大概7月份 到期時就給了餘下8成的尾數 那如果你是需要做按揭 就在交樓前大概4至6個月申請就已經可以了 其實不止這個樓盤 我們發現最近 某幾個樓盤 都是多了一些中東的投資者 以及一些本地的英國人去買樓的 不知道會不會關那個按揭利率 開始跌回時 以及也看到英國那邊加息加不到 我曾經聽過有土耳其 例如有埃及、中東的一些投資者 說的是買英國樓 Manchester的房子 說的是它不是買一間、兩間 說的是買十間、十幾間 是一次過這樣買的 這個可能對於我們來說 香港人就未必會這樣做 但是你說對於他們 某一些海外投資者來說 其實他們都是以一個長線投資為主的 我們都有了解過 香港人買英國樓的情況 幾個發展商那邊 我們得息其實 那個速度是沒有半年前那麼快的 我個人估計應該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股票市場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一些股票市場 尤其是港股 這兩年基本上就是一浪低於一浪 財富效應上 就可能在股票市場那邊有損失 也都未必有一個心情或者真的有一個財力 可能想短時間去入手英國樓 第二就是香港樓市 因為香港樓市其實現在還是一個下跌浪當中的 政府減了印花稅 但好像對樓市完全沒有幫助 對於一些朋友 如果準備BNO過英國 來近這一兩年 而港樓都還未賣得出 縱使他手上有子彈 其實都可以買 因為像今天這個盤一樣 一成首期都是幾十萬港幣 未必需要買樓 但對於這班朋友可能心情上一般 變成他也不太想現在有任何責任 最後我估計就是因為BNO那些東西 因為我發現有些朋友最近找我們問樓 他就開始申請一些BNO visa 他就希望等批了之後 才開始去看曼城一些樓盤 但我們過去這兩年都說過無數次了 到你真的想去買樓 其實你到時認真去市場看一看 曼城市中心一些新樓 如果你想買一些新盤 基本上就沒什麼單位給你剩的 所以我們最近這一年 入手曼城新盤的買家 其實全部都是一個準備 計劃在接下來這兩三年 過英國那邊 提早在這個時間去買定一些單位 可能到你過去就只有兩個出路 要不就買一些舊樓 要不就租樓 新盤來說不是沒有 不過就可能剩下一些低層 沒有什麼景觀或者開職不太漂亮 你說香港人買樓要求比較高 我相信就比較難選得到 如果看回今天最update的價單 兩房單位來說就剩下幾間 三房就大概有20間 今天我們就拿一間兩房 和一間三房跟大家看看 現時市場剩下的貨 到底那個價錢開職景觀 大致上是怎樣 我們看看Site Plan 今天講一下Tower A這一棟 順時針方向 這邊就是1號室 2號室 3號 4 5 6 7 8 但是這個價錢 是怎樣看一房兩房呢 兩房單位分別在這四個角 這四個角都是兩房單位 另外再搭這間6號室 即是1 4 5 6 8 都是兩房單位 其中現在市場上剩下的貨 剩下的4號室 5號 和6號 那一房單位就是這間3號室 和7號室 不過早前已經賣光了 3房單位整個樓層就只有1間 就是這間2號室 待會我們都會講一講這間3房單位 那我看回市場上現在還剩下的貨 我就發現一間極高層的6號室單位 我個人就比較喜歡 如果以那個樓層來說 6號室就是這裡 那向北就是這邊 那這個單位來說 這邊窗望出去就是正東南位置 而這隻特色窗望出去這一邊就是正南 那我們看看這間35樓6號室 的開增是怎樣 那一進門口 左邊就是Utility 那入深一點就已經看到客房了 右手邊就是toilet 經過了這個圓關之後 客飯廳、Open Kitchen 全部都在這一邊 那這個設計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挺不錯的 那因為它那個Open Kitchen這邊 它就不是那隻一字排開的Open Kitchen 一個類似L型的Open Kitchen 就自成一角的 那另外客飯廳 你見到是挺分明的 那還有呢 在大廳這邊 就梳化位置 而另外呢 在大廳電視機旁邊 就有一個特色窗的 那類似這些特色窗呢 就在廳那邊看出去 全落地玻璃 那就十分之開揚 那如果譬如有些朋友 喜歡一些 就是看出去 比較舒服 沒有東西遮擋 那一定要賣高層 那35樓這個看出去 就基本上 這個位置就不會有什麼遮擋 那這個設計 就好像現在我們把照片看到這樣 正正方方的 那是一個全落地 大玻璃的一個特色窗 那另外呢 就可以發現 兩間房它是分開的 那不是兩間貼在一起的 那在大廳這邊 經過電視櫃這邊 就進到這一邊 最下面這邊就是主人房 那剛才提過 這邊這隻窗看出去 這邊看出去 和這邊看出去 都是向正東南位置的 那而這隻的特色窗 看出去這邊就是正南位置 那對於某些 香港朋友 尤其是一些 退休人士 很多時候他們問樓 都問有沒有向東南 向南 類似這個座向 我相信他們會比較喜歡 那另外呢 活動窗來說 就有三隻 分別就是主人房的這個位置 客廳這個位置 和客房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有隻活動窗 這樣拉出來的 那這間35樓 好 鳳凰樓層的6號室 售面積是825呎 市場價是424968英鎊 那前期一城首期 圍到大概是42400鎊左右 就已經可以入手這個單位 那一年後 就再支付了餘下的一城首期 那所以圍到大概是 40萬港幣左右 就可以入手這間兩方兩次 望正東南極高層單位 那看回它的座向 就Crown View這一棟 剛才我們所說的兩房單位 那隻特色窗 就是這一個折位 那這邊看出來 還有客廳 客房就看這邊 主人房就是這邊 如果我們看Google Earth 來講 就大概 它那個兩房單位 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個特色窗的位 就是這裡 那主人房就看這邊 那另外客房 和客廳就看這邊 那如果我們轉過來 大概會看到 就是萬城市中心的 一些遠望的景觀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 下面這邊 有條路軌 但是因為你買到 35樓那麼高 現在畫面 你所見這個 大概是升到23樓 那比這個 再高多12層 那所以 以這個Crown View來講 你買一些極高層單位 看出去 第一景觀開揚 第二也不需要擔心 下面那個路軌 會有些聲音 會吵到你 要特別一提 下面有些單位 是對著路軌 對著正一隻 低層的一些 那不要以為沒有人買 如果看回價單 就現在一間都沒有一隻 全部買完了 另外我們看看 三房單位 如果三房單位 整個樓層 就只有一間 因為它3樓至36樓 都是同一隻開織 那我們看看這個Fall Plan 就是這間 三房單位 那2號室 那如果看回 現在最update的價單 三房 不同樓層 有些中低層單位 甚至乎極高層單位 如果以三房單位來講 都還可以選擇一下 那為什麼都還可以選擇 因為原因之一 它的單價相當大 大概40萬磅美 至50萬磅出頭 價錢大概圍到這個數 那如果看回 現在最update的價單 不用50萬磅入手三房 那我就發現 20樓的2號室 大家不妨可以想想 這間 那我們看看 那三房開織大致上是怎樣 那一進門口 就是一個Hall 那這個Hall 就會區分了幾間房 分別就是 Back Room 3 Back Room 2 和一個客廁 另外旁邊還有一個儲物室 經過這個Hall之後 就會進去客飯廳 連Open Kitchen 那 Utility就開在這邊 那跟剛才那間差不多 經過客飯廳之後 主人房就在另外一頭 而這隻窗 看出去這個位置 就正北 那只不然這排窗 這排和這排就是西北方 那活動窗 這裡就有四隻 那分別就是主人房這邊 客廳 還有兩間房這邊 那如果看回這個三房單位 就是瘦面積942尺 市場價就賣498,525英鎊 那如果前期一乘首期來說 就不用50,000英鎊 49,800英鎊 左右就已經可以入手這間三房兩次的單位 那我們剛剛所說的三房單位 那隻的特色窗就是這一邊 那主人房的窗就在這邊 那另外兩間睡房和廳就是在這邊 那大概的位置就在這裡 那如果看回Google Earth來說 大致上的位置這間三房 先找一找一隻特色窗 那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就是特色窗這裡看過去 那這邊就向正北 要跟著指下針 那主人房的窗就向這邊 那另外就是客廳 兩間房都是向這邊 那這邊來說 左手邊這邊就是向西北 這隻窗這個窗就向正北 那如果我們拉回位置 大概看出一個view 就是萬成大概是北面這個位置 那這邊因為已經是出了市中心 你見外面的樓大部分都十分之矮 兩三層的一些平方 那也都再望遠一點 如果你買一些高一點的樓層 買到可能甚至乎30樓以上 那看得再遠一點 那可以見到再外面的一些陸景 那這邊來說就十分之開揚 那也是背靠著路軌 那所以基本上就算你買到很低層 都不會怎麼聽到那些車聲的了 那這個項目 你見的那個風格 就跟我們認識的英國樓有少少不同 那一點近似就是Dinsky那一邊的一些樓盤 玻璃幕僧的摩天大廈 走一些比較現代感的路線 那有些朋友喜歡 有些就覺得好像很冷冰冰 那這個真是很回覆眼的 那如果你認為就不是那麼爽冷冰冰那些 可能你買回一些比較英式 classic 傳統一些 紅磚白磚那些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那這些style 就對於某一些買家就挺喜歡的 覺得它比較年輕 時尚一點的 那各有各喜好 那不過呢 如果看回現在最update的價單 其實兩房三房 其實都已經是埋了 都為數不少了 看回餘下的兩房單位 所以很大機會在今年內 應該都會騷擾了 那最後可能剩下一些少量的三房單位 那如果大家看過這條影片 對於Victoria Riverside Crownville 這個project感興趣 想了解多些 那也都可以click回我們 我們較早前所拍的這頁video 那在YouTube文字欄下面 都有一條link 你可以按進去看的 那如果你看完這條影片 也都想拿多些資料 甚至乎想索取價單 也都可以可惜我們熱線 56269151 那今天這條影片的分享 大致上差不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